牛仔套款,这是一个宽松的版型 而且它是有帽子可以分拆的 它在顶边位有扣扭位 可以做一个分拆的造工或者款式 它是一个卫衣帽的牛仔套款 是一个宽松的卫衣帽的牛仔套款 这个可以分拆的 不过通常都喜欢模式的样式 因为韩国都很喜欢配合有帽子的卫衣 再配合外套的 这个可以配合香港 因为很少,香港比较少 但亦都喜欢这种风格 这个就可以享受到 你会看到是相当之宽松的版型 它有袋子 旁边有个袋子 这里也有 应该是个造工 所有两面都有 它配衬了一个復古的名线 也有洗水的造工 版型就是宽松利落 这个是黑色 它偏向 都是牛仔的黑色 我穿着 我穿着这个是蓝色 拿着这个是黑色 它那个Vintage的洗水纹理 没有那么明显 但你都会看到有些造工 有些细节在这里 这个就不是扯布 这个是黑色的牛仔布料 它配衬的卫衣帽 就配衬黑色的 这个版型就非常之宽松 对 这个版型就非常之宽松 都是很classic的一个 松身的牛仔套款 这个就 都建议不要拆的了 因为这种style 比较少有些 尤其是去到梁 喜欢玩多一些层次的时候 那如果 如果 襯里面襯T 也可以配襯这种 帽子的连续 不需要特意 一定要襯一件 衛衣 又帽子 去襯牛仔套 做style 这个已经是有一个 那个款式的重要 亮眼位 可以展示出来的 而且你也会看到它的剪裁 也是比较多组件的 帽子就是这样 这样给大家看看 对 对 那里面襯T 那些 或者襯其他内疊 襯什么内疊 都没有问题 对 那就已经可以拥有一个 寒系一点 或者层次感 重一点的一个 酸达